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滴滴滴 我的视频主要是分享了 我一些个人的网络经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在以后使用的时候 非常容易的找到 好了 接下来就是我使用Cloudfear 来搭建一个短链接的服务 使用的是Works 还有KV 建制盾 好的 先去Works 创建一个项目 点击创建 这里我切换到简体中文 它默认会给一个代码 点击部署 这里它给了一个域名 点击打开 去查看一下 可以看到 代码已经正常的运行 先关掉 回到Cloudfear 点击编辑代码 这里就是刚才 默认的代码 这里要全部删除 去找到 这是我的 GateHub上的 这一段代码 它会实现一个跳转 它会实现一个跳转 点击复制也是可以的 点击粘贴 这里不能使用 可以使用键盘 杠水 较位 现在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这是原作者的项目 就是这个地址 然后我使用了 这个文件 这是原来的 原作者的 它的一个完整的项目 这里边有 几个页面管理 然后这是我 经检过的 我也会把这些地址 都放到我的博客里 或者是 视频的下方 这个 是一个自定义页面 这一段 是一个自定义页面 这是原作者的 我没有经检 在下边 这里 也可以启用 主义页面的跳转 点击保存 这样 这段代码就 部署完成 在这里 在新窗口打开 这是一个域名 来看一下 刚才的页面 已经变成了一个 正常的页面 这个页面 我还是用了原作者的 但是 你可以 把这段 自己制作一个页面 来替换掉 或者是 直接启用 跳转 现在 现在 把这个 页面 注视掉 开启 开启跳转 这样 在 输入域名的时候 就会直接 跳转到 指定的地址 点击保存 接下来 再测试一下 接下来 再测试 可以看到 已经正常 跳转到 我的博客 最后 会绑定一个域名 来实现 短链接 因为 这是 给的一个 免费域名 比较长 已经创建好 Works 然后 代码 已经贴上 然后就是 创建 KV的 箭直对 也就是 对应的 短链接 点击返回 打开 下拉 标签 找到 KV 在这里 创建一个 命名空间 欢迎大家 订阅我的频道 好的 点击 创建 命名空间 这里的名称 可以随意的填写 点击 添加 点击 查看 这里就是输入 要生成的 短链接服务 然后 这个值 就是要 跳转的 地址 这个值 就是要 跳转的地址 点击添加 这样 域名 后边 加123 就会跳转到 谷歌 现在 使用 这个 我的博客 这个 长链接 比较长 来实验一下 再 添加一条 这一条 前边 是 短链接的地址 添加 这样 添加了两条 接下来 添加完成之后 还要 添加完成之后 还要回到 Worker项目 回到刚才 部署的项目 然后 点击实质 去绑定一下 变量 点击变量这里 找到 QA 命名空间绑定 添加绑定 这里 空间名 因为咱们只有一个 直接选就行 然后 变量名称 填好之后 点击保存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项目 就和QA 命名空间的绑定在一起了 还是使用这个 这个Worker给的域名 来测试一下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在以后使用的时候 会很容易的找到 先来测试一下 123 这个是 跳转到谷歌的 最后还会使用一个域名 这样已经 已经跳转了 这里因为使用的 IP地址是一个 需要 验证一下 使用的IP地址需要验证 好 这样就正常跳转了 再来测试 跳转到 博客地址 这里输入的大写 大小写 是有区分的 然后回车 这样可以正常跳转 现在已经搭建成功 然后 就是 还要需要一个域名 去绑定一个域名 这样就会 点击触发器这里 这样使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自定一域 添加一个域名 这里添加的域名 这里添加的域名 一定要在 Glofear 激活的状态 才可以添加上 好的 这样就可以了 点击 添加域名 好的 域名已经添加上 可以看到正在出池化 现在已经是 应该是可以的 接下来再去测试一下 再去使用123 这应该是 跳转到谷歌 好的 这是正常调转了 再来测试一下 调转到我的博客 也是正常调转 这样短链接搭建就完成了 在以后添加短链接的时候 只需要在 KV这里 然后点击查看 这样就可以自定义 自己去添加 设置自己的短链接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